Hello 各位AM730的讀者朋友 你好我是馬俊偉 馬俊偉在11月舉行 錄場幸福春夏秋冬MasterMate演唱會 這個演唱會不只有情緒治療的元素 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馬仔全部起用新人 由令舞台經驗的人參與 馬仔之所以這樣做 是希望自己可以令友誼從事演藝事業的人 有多一個學習的機會和體驗 不過這樣做不怕太冒險嗎 在我今次整個演唱會的團隊裏面 有差不多三四位設計師 他本身不是做演唱會的 但他做那個專業的 例如我燈光設計師 他本身不是做演唱會 但他很美 所以我很想他試 年輕就是這樣 另外有一個做projection 即是一些graphics或CG設計的 他本身也不是經常做演唱會 但他很有potential 我都會嘗試用他們 我希望大家去撞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而全新的人我用了六個演員 我演唱會裏面會有兩組年輕演員 真是十幾歲的那些 我們真是公開招募 我會透過這些我自己能夠掌控到的機會 就給一些新人或者沒有經驗的人 因為我們的台很漂亮 以及我們的體育館都很大 真的沒有經驗的多些都會有些壓力 但是試吧 你喜歡不用怕的 你就要做得不好 NG不要緊 NG就繼續做下去 你才有經驗 你沒有讓他走過他怎樣有經驗 馬仔願意起用新人 他亦都希望憑住入行三十年的經驗 分享從事演藝事業應該有的專業 因為在現在這個世代 一部電話個個都可以做明星 但是如何成為一個有內涵的演員呢 就是說如果我是一個成功的KOR 或者我是一個成功的網紅 其實是否代表我對那個藝術 表演藝術的拿捏 以及認知已經很足夠呢 或者是否等於我已經可以拍一套 很高要求的戲劇 我能夠演繹一些很深層次的角色 其實不一定是對等的 等於我經常都說最紅的人 他未必是最好的演員 最紅的他也未必是最好的歌手 但是如果我們將它變成一個藝術工作 我們有另一套的標準 其實感恩我在梁家TVB和我的老師 或者各個前輩的教導之下 自己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而在未來我能夠將它繼續去 我自己一方面去進修 另一方面我能夠將它籌組成為 一些更加有影響力的課程 或者是甚至是學院或者學校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很大的夢想 真的能夠將來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藝術學院 這個我很想做 我舉一個例子 剛剛我在香港電台拍完一套 《我們的畢業禮》20集劇 我很感謝香港電台對我的信任 我是強調我要用新人 很有性格 每個人都很有性格 整個拍攝的流程 起碼經歷了三四個月 看到他們的轉變 看到他們由開頭的時候 說不是很守時 你知道我最看錯是甚麼 你不守時你做不到這行 我的師父真是真 真姐教也好 King Sir教也好 羅冠蘭老師教也好 做藝人守時 是我們自己演員的操守和道德 我也是這樣教那班學生 開頭未必好聽 後來你看著他們的改變 其實你看到他們的成長 你看到他們回頭回來說 多謝你阿元你教我的方法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滿足感很大 當然你說其他如果我自己的作品收視好 成績好 故知人開心 但那種開心和這種滿足感是不一樣的 你不懂是很合理的 但你告訴我你肯學就可以了 還有你肯虛心和珍惜的機會 你怎樣做得不好 我都可以盡我能力去幫你 但如果你根本就笨懶 根本就不想學 那我幫不了你 我覺得這個是另一個層面的教育 馬仔不止敢於起用新人 還嘗試製作有情緒治療的演出 細緻程度就是連大家的感官都照顧到 務求令大家有尋陣式的享受 得到幸福 不要介意我好像很老套 這個答案是真的 當沒事令你不開心 你已經很幸福 當我們很多理所當然的事 我能夠繼續做到的時候 我已經很幸福 因為很多理所當然的事 其實不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是我自己都看透了很久 我們這次是希望 除了氛圍令你成為了這個 原來我進入了氣氛之外 我令你的情緒我都要你進入 所以由我們一暈倒 然後我表演開始 觀眾你不需要拍手掌 千萬不要剪我 記得幫我出這句 你們真的不要拍手掌 不要舉燈牌 不要閃燈 不要叫 千萬不要求求你 你就乖乖地享受我為你準備 跟我一起去享受 經過這兩個半小時 兩個多小時的旅程 相信我你進入去 其實你就會被它影響到 你就會 心靈上你就會發覺有不同 當然不同的一定是開心 還有感覺是溫暖和幸福 這個是我最希望的 我現在這裡起碼 整個製作成本 不是一個七位 你已經說 我剛剛看最近的製作 應該起碼是兩個七位 就不及成本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盡量Break Even 我自己全部成本 我不計我的演出費 不計我的創作費 我完全不計 但是Break Even 我應該都可以賺一點 如果賣了六場 我都有信心 因為很多人說想看 當你當他是一個藝術作品 是你自己去創作 我自己是創作者 我自己是 我也是一個對藝術作品很嚴尖的人 而最後他能夠呈現出來的時候 不只是要你拍手掌 哎呀好聽啊 我不是只要這樣 如果最後他們告訴我 那些觀眾 他跟我說 多謝你 或者 我很幸福 我想我會哭的 當然他說 你唱得很好 我都會很開心 但如果他告訴我 我真的覺得我幸福了 我想我真的很滿足 而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多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仔呀